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在12月20号到27号正好跨着圣诞节 准备组织大家到八敏大地福建去进行游学 我们主要去闽南的两个城市,厦门泉州和闽北的福州 厦门是印象当中的旅游城市 其实它藏着很多古迹 尤其见证着中国明末清初乃至近代的那段风云时刻 比如说像南普陀寺,像狐狸山炮台,像郑成功纪念馆 这些都没有去到的 泉州就更不得了的 小小迪作成当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元年间的世界第一大港口 汇集了很多的三教圣地 被誉为闽南的蓬莱,泉南的佛国 是绝对的历史文化必游之地 比如像清净寺,像关帝庙,像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清源山等等 很多历史古迹,这些我们都要去到 福州别称荣城历史文化悠久 2000多年的建成史 著名的像三访七项,还有传政博物馆,林泽徐的故居 特别是传政博物馆 这座城市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涌现出了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 总之这一趟巴敏之行,保证大家不需此行 如果您感兴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谢谢大家 好,咱们言归正传 咱们看啊,不管以前的抗战电影,还是现如今的抗日神剧 在这些剧中呢,有一种建筑出境率相当高 那就是日本的炮楼 在这个抗战神剧当中啊,端炮楼打鬼子 就跟吃饭喝水打痘痘一样轻松 但真实历史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当时日军在中国修建的炮楼 对于中国的抗战军民真就是块硬骨头 这样的炮楼呢,倘若追根溯源的话 和历史上的碉楼、碉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进入火药时代以后啊,在技术先进地区 碉堡呢,也逐渐完成进化 二战后期呢,碉堡大部分都是埋在地下的 否则呢,很容易被大炮给轰上了天 而日本呢,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炮楼 本质上呢,也是掐准了当时的中国极度缺乏重武器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的不容易 今儿呢,咱们就从碉堡和碉楼讲到炮楼 聊聊他们的发展进化和相关的历史 说起来啊,这碉堡的历史 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 在当代考古学中判断一个古文明的遗址 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呢,就是城墙遗迹 这城墙最重要的作用自然呢,就是抵御外敌 此所谓的板柱呢,就可以算是最原始的碉堡 西方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前期罗马急速扩张 在莱茵河流域,高鲁地区和不列天岛上 到处都是心怀敌意的当地人 罗马军团的士兵出于自保的目的到处修建碉堡 帝国灭亡之后,欧洲进入封建时代 各封建领主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地也在到处建城堡 时至今日罗马时代和封建时代的碉堡城堡 遗迹在欧洲仍然随处可见 冷兵器时代面对基本上只有大刀长矛的工程者 碉堡的防御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最典型的就是军事坦丁堡,城墙如此坚固 一直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败战亭帝国数百年 直到土耳其人在1453年用巨型大炮和轨迹攻陷了这里 当火药在欧洲大规模使用之后 碉堡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它在大型火炮面前就显得很脆弱了 但是大型火炮移动非常困难 碉堡面对小型火器还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 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19世期 碉堡应人在北美洲修建 而在此期间,碉堡完成了一系列的进化 为了能尽快的消除火炮 可能的射击死角出现了领堡和星星要塞 比如美国国歌诞生之地麦克亨利堡 面对机动性和火力还无法有效结合的陆军 这些进化的碉堡威力显著 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之后 陆军的机动性大大增强 小型的野战火炮也被普遍装备 碉堡不管再怎么修路都不具有火力的压制了 于是这样的旧式碉堡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欠毫和机关枪 这等于是没有地面建筑的碉堡了 以上碉堡的演化都是在道高一尺磨高一丈的情况之下 随着陆军火力机动性的不断进化而进化的 而在陆军水平普遍比较停滞的地方 碉堡就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大杀器 18世纪的东亚大陆就是一个这样典型的地区 乾隆皇帝十全武功当中就有征服大小金川之意 这对清朝来讲实陆是惨剩 战事断断续续持续了二十多年 前后动员兵力六十万 国库花销直逼一亿两白银 而他们的对手从始至终也就是几万兵力而已 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当地的碉堡 这种碉堡可以看作是碉堡的升级板 有数层楼高 碉堡墙体坚固身上开有枪眼 这种碉堡在当地有好几千座 最早从东汉时期就开始修建 最初就是部落族人之间冲突时防御用的 当大清大军压境的时候 碉堡就成了当地人最强的防御武器 清军虽然占压倒性的人数优势 但是缺乏大型火炮 根本对这些碉堡无能为力 再加上劳实远征后勤不差 对碉堡的攻击以惨败告终 面对攻坚不利的情况 乾隆爷非常震怒 投入海量资源解决碉堡的问题 下令在北京西北郊整白旗整蓝旗的驻地 仿照当地的样式去修建一比一大小的碉楼 让京师的剑锐营练习如何攻打 当然比起这些呢最重要的还是打炮的问题 在康熙爷平三番收台湾之后 朝廷收缴地方打炮 乾隆年间四川清军几乎没有什么堪用的打炮 当时的四川总督找来陕西匠人 铸了几百门所谓的披山炮 这种炮重不过几十斤 发射的炮弹根本对碉楼无法形成威胁 意识到碉楼的问题之后 清军招募工匠铸造了一批放大版的披山炮 每门炮重三四百斤 看上去比过气强了不少 但是这样的炮也只能打掉 碉楼顶上几块石头 只望着他轰塌碉楼 那就是想多了 当时四川军政官员的奏折中声称 正在想办法铸造比改良版披山炮更大的火炮 即便这样 预计得三四十门集中攻击 才能摧毁一座碉楼 这肯定不行啊 乾隆年只能想办法调遣更大的火炮 比如九节石城炮 这种炮威力大得多 重量也大得多 而且可以拆开运输到地方组装 除了这个乾隆年下令 调集云丹地区的铜将在大小金川前线就地铸炮 彻底解决了运输的问题 到后来铸出来的大炮 所谓大将军炮 重五千斤左右 这样的大炮终于可以轰塌碉楼 而清军也得以在火力优势之下 一座一座碉楼去拆 终于在矿日持久的消耗战中压倒了对方 战争结束之后 清军在当地拆毁碉楼三千多座 遗留炮弹三十多万发 可想而知这碉楼对大清的威胁有多大 当然了大清本质上的统治逻辑还是稳定压倒一切 为了平定编换 不计成本的在短时间内堆砌火炮拆碉楼没问题 等到大小金川平定 这些火炮不但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也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可能 等到鸦片战争时期 英国的三等战舰出现在大清的海岸 大清就失去了任何还手之力 而抗战爆发之前 中国无论是国力还是工业实力 都远远不能跟当时的日本去比 这也是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原因 此后中国靠着军民的顽强抵抗 愣是让日本军队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之中 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为了在广阔的太平洋跟英美死磕 陆续把大量的甲种石团调离中国前线 此时在中国广大地区 尤其是华北地区 日军事实上已经陷入了治安战 他们的目的就尽可能用少量兵力 控制广大地区 此时依托控制了铁路线修炮楼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说是炮楼 但里面根本没炮 主要就是一挺机枪和操作小组 为了防止被偷袭 炮楼周边拉上铁丝网 而且会把周围几百米的射界全部清空 没人能活着穿过那最后的几百米射界 在1940年啊 这样的炮楼如果修在欧洲 那就是等着被轰上天的命 在中国战场上 中国军队极度缺乏重炮 游击队更可能只是轻武器 所以真的拿这样的炮楼无可奈何 当然了既然无法直接干掉日军的炮楼 游击队也会想别的辙 比如在炮楼水源里下毒啊 或者策反伪军啊等等 但终究还是不能大面积的拆炮楼 而在比治安战更重要的战场上 日军呢就会修碉堡 相比于炮楼呢 碉堡更加隐蔽 火力密度更强 当时中国装备最好的军队 面对日军的碉堡群也是伤亡惨重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1944年的松山战役 当时日军在俯瞰滇满公路的松山修的碉堡群 硬生生的拖住了国军好几个月的时间 最后国军实在没辙了 在美军顾问的建议下 采用挖地道埋炸药中心爆破的策略 才硬生生的把这碉堡群给拿了下来 战后一统计 日军当地守军1200多人全部战死 而国军伤亡接近8000 硬攻碉堡或者炮楼就是这样的下场 关于这一点太平洋战场的美国海军路人队也是深有体会 在硫磺岛和冲绳美军逐步深入内陆的时候 遇到日军的碉堡群也是一筹莫展 最后尽管赢了也是代价惨重 可见只要不是在平原地带 碉堡炮楼还是有巨大的威胁 二战如此 现如今也若然 讲了这么多 咱们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碉堡炮楼能对进攻者有那么大的威胁 军事从本质上讲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话题 这些年拜网络发达所赐 很多的军事爱好者 谈论过去的军事技术和历史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带有上帝视角的俯瞰 忽视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其实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具体到抗战的历史 总是有人说 当时日本工业颤若修的炮楼不堪一击 这样的话 真的是对抗战先烈的极大侮辱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这才是对先烈们最好的纪念 好了 关于碉堡炮楼和碉楼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